何宝生曾是香港影视歌三七艺人,在影视界小有名气,同时,他还是富家子弟,拥有267亿家产,据说,2005年,他出家当了和尚,此后,再也没看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,这次他的踪迹暴露,自然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, 面对媒体的采访,他淡定从容,坦言自己看破红尘,已经出家三年了,他出家的消息已经证实,众多粉丝和网友唏嘘不已,深感遗憾,他到底经历了什么,为什么要放弃亿万家产,甘愿过苦行僧的生活,我们看看他的故事, 1. 怕鬼阔哨,1967年,何宝生出生在香港,何傅原先是一家五金厂的工人,因为聪明好学,勤奋努力,没过几年,他便开办工厂,走上创业之路,一路走来,他先后进军房地产,金融等领域,顺风顺水, 巅峰时,他创办了宝生银行,成为金融界的大佬,在积累上一家产后,何家迈入香港富豪之列,父亲的发迹时伴随着何宝生长大,因为耳闻木染,他深深懂得,机会一旦溜走,便不会再回来,的道理,因此,他善于抓住每个机会,把事情做到最好, 作为独子,他从小被父母寄予厚望,他接受最好的教育,琴棋书画无所不学,并且学有所成,经过艺术的熏陶,他很快就显现出贵公子的气质,可惜,他有个致命弱点,天生胆小,特别怕鬼,一到黑夜,何宝生就像只受惊的小鸟,躲在被窝里一动不动, 担心鬼会随时出现,直到十几岁时,他仍然不敢独自睡觉,非得到父亲的房间,睡在他旁边的地下,和父亲手牵手,才能安然入睡,一个小伙子居然胆小成这样,如此反复多次,这让何父头疼不已, 1985年,何宝生带着父母的厚望,到加拿大留学,主公室内设计,1989年,何宝生完成学业,结束留学生涯,那时,他已经22岁了,但怕鬼的状况一直未改观, 而何母是一位大家闺秀,性情温顺,才貌双全,他精通风水勘于,佛教经典,琴棋书画,经商持家,正应了那句话, 经国不让须眉,他知道何宝生怕鬼,便寻寻善诱,教他念《般若心经》,念了之后,情况才渐渐好转, 在母亲的影响下,他接触到佛教文化,懂得不少佛教道理,他觉得跟自己的人生观很吻合, 人越来越开朗,也不害怕鬼了,也正是这种经历,为他多年后出家,埋下伏笔, 回到香港后,他并未继承父母的衣钵,打理家族生意,因为他性格腼腆,不善言辞,对和陌生人打交道不感兴趣, 开明的父母,虽然有些失望和无奈,但尊重他的意愿,让他选择自己的人生, 不久,何宝生便遇到富有戏剧性的一件事, 二,当红小生,何宝生属于那种外冷内热的人, 他不喜欢社交,但对熟悉的朋友却很热情,空闲时, 他总会叫上几个好友小聚一番,增进感情, 1990年,在一次朋友聚会时,何宝生唱了一首歌, 动听的歌喉,俊朗的外表,引起宝一星唱片公司的注意, 他们找到何宝生,当场拍板和他签约, 他成为公司重点包装的歌手, 1992年,公司为他推出了首张专辑《仲夏情怀》, 市场反响很好,短短几年时间, 他在乐坛新人中脱颖而出,还参加了竞歌金曲, 这是香港乐坛的标杆节目, 在翡翠台举办的贺台庆现场, 他同一众天王,天后同场现场, 当时,他收割一批迷地迷媚, 小火了一把,有了这把火, 何宝生顺理成章的被更多圈里人看到, 也是在1990年, 他成为无限训练班的学员, 他之所以能够加入其中, 还在于他的表演天赋, 他刚回香港时, 父母将他介绍给娱乐圈的朋友们, 让何宝生跟着他们磨练, 他先在午夜太阳片中跑龙套, 许多人想着他是富家子弟, 就是来玩的,寻找到乐子, 新鲜劲一过,就会退出的, 结果出人意料, 他竟然把龙套角色演得唯妙唯笑, 令人眼前一亮, 即使这部影片中有吴振宇和郭富城两大男神当主演, 他饰演的角色连个名字都没有, 但人们却对他印象深刻, 难以忘怀, 后来, 他又参加了《燃情岁月》的拍摄, 尽管还是龙套角色, 依然演技不下线, 就这样, 他用演技征服了众人, 被TVB会演时中, 成为其中一员, 还没从TVB毕业, 他就被娱乐新闻演的监制看重, 他担任了娱乐新闻演, 竞歌金曲, 周末热泥点等多档节目的主持人, 期间, 他采访过像张国荣, 周星驰等影视剧明星, 以及大牌歌手, 展现出不俗的实力, 更难得的是, 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, 他在TVB般备受重视, 得到力捧, 大家都知道, 周润发, 梁朝伟, 周星驰, 刘青云, 刘德华, 梁家辉等影视大咖们, 都是从这个班打拼出来的, 欧阳振华, 黄日华, 陶大宇, 吴启华等TVB的老将们, 当年也在这个班分更吃, 尽管TVB的工资低得可怜, 但作为富家公子的何宝生, 毫不在乎, 跟TVB签下五年的包心约, 不久, 他开始在剧中挑大梁, 担任戏份很足的角色, 1995年, 他在《白发魔女》中饰演男主角卓一行, 剧中, 他风姿卓雅, 顾盼生辉, 一双眼镜喜悲参半, 含情默默, 不染烟火气又饱含人间情绪的贵家公子气质, 被他演绎的活灵活现, 1996年, 虽然, 虽然TVB帅哥不少, 但何宝生富家公子哥气质十足, 又及阳光, 儒雅, 温柔, 清秀, 干净于一身, 这就很难得了, 哪怕他跟帅哥古天乐同框, 也毫不逊色, 当然, 他的演技也不拉垮, 放到哪里都有光彩, 后来, 他与TVB闹解约, 不再受捧, 很难再担任男主角, 但他客串的小角色, 比如刑事真机档案三中的成手望, 见证实录一中的董暗锋, 虽然年代久远, 但依然很有记忆点, 汪明泉曾经停嫁何宝生, 演技不俗, 戏路广泛, 无论正反派都能收放自如, 三, 多面生活, 作为富家子弟, 何宝生身上的顽固知气十足, 他喜欢和朋友飙车, 喝酒, 带着女生出去玩, 那种放飞自我的感觉让他着迷, 即便是拍戏时, 他也是开豪车, 穿名牌, 高调张扬, 盖过主演的风头, 住豪华酒店时, 他对饮食也分外挑剔, 不跟其他演员一起吃, 大锅饭, TVB演员一脉相承的勤勉朴实风格, 在他身上荡然无存, 谁让人家是大公子, 有钱就任性, 朋友吕颂贤说, 何宝生喜欢赌钱, 几乎早晚必赌, 早上不赌不出门, 为了方便自己赌钱, 他甚至在家里开设了赌场, 据传, 他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上亿股份, 即便与赌神中的星爷站在一起, 他也不遑多让, 还有个版本说, 何宝生本人接受过媒体采访, 称自己虽然喜欢赌, 但没有方间传言的那样神乎其神, 何宝生也颇具商业头脑, 是个有才气的人, 尤其是电脑方面, 被誉为天才和神童般的存在, 两千年, 他与TVB约满后, 很少在参演影视作品, 而是忙于经营美容院及电脑公司, 东方不量西方量, 但出演艺界, 他在生意界同样混得风生水起, 他曾是辉煌, 排电脑的代言人, 进入电脑行业后, 同事遇到电脑问题, 常常求助于他, 他都热心帮忙, 他动手组装电脑的能力也非常强, 曾因组装电脑而轰动一时, 2003年, 香港举办电脑组装大赛, 他带领团队, 用一个多小时, 组装近一千台电脑, 好友陈廷薇对他在电脑方面的才华赞不绝口, 可以说, 称他为电脑行业内知名行家, IT精英, 一点也不为过, 曾经有杂志采访何宝生, 他表示自己很早就对电脑感兴趣, 何宝生也是运动健将, 他酷爱骑单车, 有空的时候, 他会全副武装, 骑着单车锻炼, 他还是爱心达人, 曾骑着单车, 完成一次募捐壮举, 为了帮助国内无一孤儿及残障人士, 何宝生及吕宋贤, 积极参加募捐活动, 2000年2月份, 他们开启为期三个星期的环新西兰之旅, 70点是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, 途经五座城市, 然后到达威灵顿, 再乘船至新西兰南岛的伯顿, 辗转多个城市, 抵达伊佛克吉, 终点站是新西兰最南端的斯图尔特岛, 全程横跨新西兰南北两岛, 超过2500公里, 平均每人每天要骑行十个小时的路程, 那次单车之旅, 费用由他们自理, 所筹得善款, 不扣除任何开支, 悉数捐给福佑基金, 何宝生善解人意, 在拍摄《五状元苏灿》时, 张卫健的妻子张倩对他印象深刻, 张倩回忆说, 自己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, 最喜欢和何宝生聊, 因为他的想法很有哲理性, 特别积极, 会开导人, 让人开心, 四任女友, 何宝生不但形象俊朗, 而且还有斯文清和的一面, 这是他和很多富二代不同的地方, 因此, 圈内一些女明星对他一见生情, 充满爱慕, 他的绯闻也一直不断, 他有四任女友, 都是女神般的存在, 梁永林是何宝生唯一公开承认的女友, 两人是TVB的同事, 1995年, 他们参加刑事真机档案的拍摄, 之后成为恋人, 交往一年后, 梁永林却出轨了, 出轨对象竟然是何宝生的好友夏勺生, 何宝生戴了好几年, 绿帽子, 痛苦难当, 直到2003年, 两人正式结束情侣关系, 樊一敏曾获得1991年, 最上镜小姐奖, 殊荣因此被TVB相中, 加盟进来, 他扮演过太极宗师的女主角, 而吴京是男主角, 据说当年吴京追求过他, 但他却选择当时的一位富豪, 不料, 那位富豪破产了, 他后来在TVB遇到何宝生, 两人的恋爱时间不长, 直到分手也没公开, 樊一敏恋情很复杂, 男友不少, 但何宝生是他唯一承认过的男友, 娱乐圈男女的恩恩怨怨, 爱恨情仇, 真的让人搞不懂, 傅明县的父母都是知名影星, 受他们影响, 他长大后也进入演艺圈, 他扮演的最有名的角色, 是神雕侠侣中的郭福, 他的新二代身份与何宝生的富二代身份倒是挺般配的, 1994年, 两人搭档出演《命转乾坤》, 因戏生情, 走到一起, 当时, 两人的事业都处在上升期, 恋情也比较低调, 属于地下恋情, 因为性格不合, 交往没多久就分手了, 后来, 何宝生在亚氏拍戏时, 遇到一人陈佳颖, 两人都对佛法感兴趣, 一来二去, 就走到了一起, 他们在一起研究佛理, 一起吃斋菜, 两人在心灵上沟通默契, 但何宝生平日不是看佛经, 就是定期, 闭关修行, 陷入佛法太深, 不温不火的关系, 保持了一段时间, 最后这段恋情无疾而终, 何宝生曾说, 除了钱, 我一无所有, 对于感情, 何宝生绝不拖泥带水, 没有陷入爱河里不能自拔, 四段恋情结束后, 他渐渐淡出了观众的视线, 一心向佛, 十七年前, 也就是2005年, 三十八岁的何宝生, 到大宇山宝林寺出家为僧, 他是一心向佛, 绝不是那种戴发的假修行, 他头上十二点明晃晃的戒八印, 印证了他出家的决心, 一时间, 他出家的原因, 成为人们八卦的焦点, 有人说他为情所伤, 黯然离场, 有人说受母亲影响, 佛根深重, 还有人说他受王伟影响, 大彻大悟, 王伟是孝奥江湖里, 岳不群的扮演者, 拍戏闲暇时, 他们经常拜会出家人, 学习佛法, 吕颂贤回忆说, 那时候, 何宝生悟性大开, 对佛学如痴如迷, 在TVB与其续约时, 何宝生已要听经学佛, 唯由拒绝续约, 外界众说纷纭, 难以分辨真假, 出家前, 何宝生拥有一幢价值三千万的别墅, 那是他作为富家少爷的标配, 出家后, 他的居所是寺内一间几平米的小屋, 屋内陈列简单, 仅有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,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, 他修习念佛, 毫不在意,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, 他每日过着有规律的生活, 诵经参禅, 耕田煮饭, 收割蔬菜, 打扫卫生, 有时候协助师兄弟修弃寺院,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勤奋, 每天只睡六小时, 凌晨三点就起床, 先念几个小时的金刚经, 一直到中午吃饭时间, 下午时间, 他会干一些杂活, 五点又开始念诵, 晚上九点准时休息, 尽管枯燥无味, 但没有动摇他苦手出家生活的念头, 他负责对外讲经, 偶尔有女施主请他在咖啡店开办讲座, 出家前, 他最喜欢喝咖啡, 可出家后, 他完全放弃世俗生活, 喝从寺庙的山后接的泉水, 他一身黄色僧衣, 一脸沉静稳重, 出行乘坐公交车, 在未坐过家中豪华的宝马跑车, 昔日的鲜衣怒马, 风流倜傥, 早已不复存在, 俗话说, 由奢入减难, 但他以巨大的勇气, 抛弃曾经荣华富贵的生活, 实属不易, 自从信佛以后, 他的思想和性格发生很大改变, 他不再偏激悲观, 变得豁达开朗了, 最关键的是他学会了放下, 放下名利, 四大皆空, 此时, 何宝生像集了林平之, 甚至可以说, 他就是林平之, 林平之就是他, 林平之笑傲江湖, 他自由出走, 两人已经融为一体, 他的前半生, 曾辉煌过, 努力过, 放荡过, 也曾失忆过, 痛苦过, 害怕过, 他不曾对不起其他人, 唯一对不起的是年迈的父母。